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猴哥杀轮回镜的视频吧 天天咱们看比赛,看得也累了 而且最近复战队刚刚打完 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吧 正好猴哥昨天打这个轮回镜,咱们来看一看 猴哥这边上的是一个女儿村的单风 配合着华春寺加地府的两个辅助 又带了一个大唐和凌波城 主要是以扁杀为主 这是轮回镜的第四层 这是轮回镜的第四层 对面是北斗新军 再加一个南斗新军 我对这个轮回镜了解的不多 主要是给大家一起看一看 跟大家一起看看 这是猴哥直播时候录的 当然我录的不是他直播的录像 我录的是素材那个类型的录像 所以大家看到的会不太一样 就是我可以自由操作的那种 对战方应该是一个连体怪 应该是一个连体怪 特甲树先扔一扔 主要输出点还是依赖 大唐以及凌波城 超级战录的凌波城 后期可一般打这种自在天魔 因为这是轮回镜的前期 自在天魔的话 还是一关一关的打 更加的妥贴一点 打完了一关以后 直接连接到下一关 之后下一关失败了以后 再出来 出来准备一些药品 去再次参加 只要队长不变 只要队长不变 他们是可以换队友的 比如说打现在第四关 我觉得大唐和凌波城好用 那我就用大唐和凌波城 我觉得大唐凌波城在 就这一关 这是第四关 第四关的时候好用 那我就用这两个门判 我觉得打第五关的时候 这两个门判不好用了 那我就可以换掉 但只要队长不变 队友是可以变的 那凌波城这边 也是直接使用了一个真君显灵 大步度提升自己的伤害 一个普通的战役 真君显灵是可以提升20%的伤害 超级战役是可以提升40%的伤害 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咱们平时在PK当中 也是可以看到 他们在使用一些真君显灵 去强行打一个突破 感觉宝宝稍微有点敲不太动了 我现在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有地厅 就有地厅 我关键时刻出一个地厅 也是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操作 这个是比较好的 哎呦 这毒的呀 七八罗汉 对那方一直在用这种兵分千里 烈火焚源 单秒 怪那方大堂倒地 如果大堂一旦倒地就有点难受了 天崩地裂 有阵军显灵 伤害还是极其的到位的 看看官家坊怎么用这么一个配速的方式 将自己的大堂官府拉起来 有点难 有点难 拉起这个大堂 好难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尤其是想把大堂的血线 恢复上去 那就是难上加难 缤分千里 再来 女儿这边是偷了酒 又丰重了特技 用人去拉起大堂 先不会拔野兽吧 到现在野兽之力还没补上 即使征军显灵之前 不野兽是不是更舒服呀 可能是时间不敢敲吧 因为我刚才说过 我对这个赐财题目 龙慧静了解的不多 我今天早上也是查了一下 啥资料都查不到 但凡能查到点的 都是浩文杀 龙慧静 猴哥杀龙慧静 因为猴哥是在测试区里边 把杀通了自在天魔的 就是把自在天魔 在测试区的话 直接给过了 这一点还是非常强的 我记得以前紫禁城时期 就是最早期的 紫禁城1.0时期的 暴走那是2.0时期 现在紫禁城属于3.0时期了 最早期就是 冥想那个年代的时候 是杀过自在天魔的 他们好像跟二国 他们是杀到了 也是在测试区杀的 好像是杀到了 那十八武器 就是自在天魔 前边不是有一圈武器吗 就杀到那个 好像那个过了 是杀到了一个心魔 就是对面 复制 观点方 人物单位 那一关 反正那都好久了 那会儿的装备 跟现在的装备 不一样 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 宝宝呀 不管是宝宝也好 装备也好 肯定跟现在这个时代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当时已经是杀到 自在天魔本尊了 好像自在天魔前两关 都是过了 后边过不了 再测试区 因为测试区的药 是可以无限领取的 你把那个药品栏的状态 打开以后 是可以无限领取药品 观点方大同这边 也是持续的倒地 这没办法化身死 没有对面 这两个南斗和北斗新军 速度快 南斗和北斗新军 好像我看他那个介绍 是什么流量红尘 伸出自在体 自在心魔 伸出自在心魔 完了堕落了 进入自在天魔的徽响 感觉这么打下去的话 猴哥拿下这两位 应该问题不大 难的是第五关 第五关有点小难度 这一关还行 这一关还行 伤出自在心魔 继续偷酒 宝宝被堵塞了 再来一个兵风千里 兵风千里 舍身去 巨箭了 反正也是一关一关的打 有什么东西也不必要留着 出地厅 地厅不太好 也不能说地厅没法用 对面它速度快 你可能出地厅 要被对面给描死 人家是先出手 你下回合地厅 肯定没有对战方的速度快 万一被描死 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又倒地还带封印 说句实话 这东西不接罗汉是真过不了 再看一个五龙丹 但是对面这一波 没封住女儿村 这就比较尴尬 没封住女儿村 应该是问题不大 可以过的 感觉这个北新 北斗新军 南斗新军 还是比较简单 还是得看定五官 定五官有意思 定五官尤其是 打到那十个屋里系的 好像是五个石坨 再加五个法系 还是十个石坨 一会咱们看到 定五官的时候 咱们去看一看 地府读一读 既有伤害还能恢复 这个时候地府读 就比打PK的地府读 那个收益要高很多 这个地府读 好像变了个活娃吧 这是 最近不是 有那个葫芦娃的剧情吗 变了个葫芦娃 也是有点意思 二女儿村一把金金 全部带毒 全部在封印 打糖的血线 终于是恢复过来 赶紧补一个宝宝 打到下一关的时候 大糖就不太好用 下一关 下一关 对面伤的要求 会比较的高 感觉也差不多了 哎呦 这虚米完全秒不动 跟刮沙一样 这是连体怪 出了暴击 打了349 你平均一个人 打了170 平均一个人 打了170 而且还是暴击的 如果不暴击的话 就打80多点血 顶多算是90低血吧 还是物理系厉害 避磊耐扛 避磊耐扛 但还是 没伤害 还是没伤害 这些毒 毒的也非常的狠 女儿村再次偷酒 我感觉猴哥这边 啥都不用干 就带酒就行 这可太难了 再来把剧剑 感觉差不多了吧 怎么这么耐扛呀 打了十几分钟 再来把罗汉 感觉关家风这边 节奏快起来了 前期 好长时间没打了 可胡哥可能 有点不太熟悉 就慢慢熟悉过来 打的也就流畅很多了 抱大唐一把 很骚 天崩地裂 直接结束